今天嘴巴上的顏色呢是Etude的這一支 然後它叫做動姿唇釉 這是我第一次用它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好擦的 就是非常輕盈然後比較光澤感 然後色號是01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要來跟大家首次開箱 我在iHerb上面買到的戰利品 但這其實不是我第一次買 我第一次買的時候呢 我就哇好開心喔 然後買了一大堆東西 反正想說也要拍影片 然後收到包裹沒多久 大概就是過一個禮拜吧 他說不支援台灣 因為我本來買得很開心 然後也覺得可以拍影片 而且我很想要在上面再重新買一些 可能就是我本來還在觀望的東西 但沒多久 它就不支援寄送到台灣了 頭超痛 但是它又回來了 iHerb is back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iHerb上面買到的第二次戰利品 然後如果你還不知道iHerb是什麼的話 我今天就先導讀一下 iHerb其實就是一個線上的購物網站 然後它在上面什麼東西都有 我很多朋友是特別喜歡在上面買 營養品啊保健食品 但它除了有這個區塊之外 它其實也有很多生活用品 像是彩妝 然後像是零食 然後像是可能一些洗洩產品 其實真的很多 然後很多可能原本是 可能要找代購才可以買到 但是你在iHerb你不用找代購 價格一樣平價 而且它免運門檻很低 所以就是可以直接買到 然後我這次其實買零食 我也特別發現一個超棒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在借奶 或甚至是你是在借膚質的話 iHerb上面也是可以直接篩選 可以挑選出就是沒有奶 然後沒有膚質的零食食品 它超級多選項 所以今天呢就來開箱這一些東西 然後正式開始之前呢來講一下 我今天穿了什麼 首先的話就是耳環 耳環的話這個是上的耳環 它是一個比較大一點點的 然後特殊的配色很可愛 然後項鍊的話我記得 我今天應該是tinyu的沒有錯 然後就是像這樣子的雙層項鍊 然後上衣的話這是mini matters的 然後戒指的話就是low classic 這個戒指呢是一個日本品牌叫做 Soyere 好我不確定我唸對不對 因為我很不會唸日本人的英文 好那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這個區塊呢來分享 就是大家在iHerb上面狂買的 就是營養補品 那營養補品我其實平常吃的習慣 就是我吃維他命C 然後吃葉黃素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吃超多 他們會吃藍莓錠啊 然後吃B群啊吃什麼都吃 所以他們之前聽到iHerb沒有辦法寄台灣的時候 就覺得很崩潰 因為他們說他們之前都在上面買 然後可能一貫的價格就是真的很划算 那也是因為這些朋友的引命 我就買了一個在iHerb上面 他們很推薦的一個品牌 叫做Doctor's Best 其實我本來是要回購葉黃素 這個是我去年買的第一瓶 然後我本來要買第二瓶 但是我不小心看錯 你就知道我在營養補品上面是有多不熟悉的 我買到另外一個叫做高吸收美 那先講這個葉黃素好了 這個葉黃素我之前買了第一次 然後我會想要回購的原因也就是 我很多其他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吃的葉黃素味道更重 然後更難吞咽 就是可能更大顆啊什麼的 那這個呢其實它相對就是非常好吞 然後味道已經沒有到太強烈了 所以我長期在用眼 我就覺得好可以舒緩眼睛的那個壓力 就可以持續再繼續回購葉黃素 但是我因為看錯了 我買到另外的東西 高吸收美是什麼呢 我就是進網站一看才發現 喔它就是有助於睡眠 然後可以讓你的神經感官功能是放鬆一點點 所以很多人會是在晚餐之後吃它 然後會睡的比較好 不過因為我自己睡覺就已經是睡的蠻好的 就是很容易可能還會打呼什麼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應該不會吃得到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職場壓力真的是很大 然後他們是很淺眠的那一種 加總在一起他們更難入睡 所以我這個應該可以送朋友 那我第二個買到的東西呢 這個是膠原蛋白軟糖 我想說去美國找親戚的時候 親戚都很愛帶就是其他長輩 去超市買軟糖 然後那個軟糖可能就是 比方說維生素B啊 或是補充什麼啊 補充鈣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個軟糖就會吃起來就是像在吃糖果 可是又不會像是吃 保健食品或是吞藥的時候會覺得好煩 所以我這一次呢 我看到它有軟糖的時候 我想說好我一定要試試看 它就是膠原蛋白軟糖 它可以有助於你的頭髮維護 然後還有你的皮膚 然後還有就是膠原蛋白嘛 過25歲之後那個膠原蛋白 可能跟高鐵一樣快速的流失 其實真的打到我不是這個 打到我是指甲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做過第一次的光療 也非常久 大概三年前四年前 但是因為那時候的那個光療 在卸除的時候 我覺得它真的有傷到我的指甲 所以我有時候指甲會有一點點分層 其實乍看來講 我的指甲的健康是真的還蠻好的 但是它可能就會突然 有一點點小小的分層 或者是小小的斷裂 所以我其實這一次 會想要買它的主因 也就是因為它說可以修護指甲 然後我這段時間吃下來 我覺得我的右邊的指甲很有感 我左邊還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現在右邊幾乎都沒有了 然後我就是每天吃兩個 它就真的像軟糖一樣 就是早上的時候 你就大概吃兩個像軟糖 然後就出門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持續吃下來 我的左邊指甲也都有改善 好我絕對會回購 再下一個呢 也是軟糖 我是小孩嘛 超愛吃軟糖的 所以我看到維生素B12的軟糖 我就買了 然後這邊講一下 就是它後面都會寫說 你一天吃幾個 像膠原蛋白質是兩個 然後這個也是兩個 然後大部分都是兩個 那維生素B12 我會想買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比較容易會有那種 貧血的感覺 所以 維生素B12 它就是可以 讓你的貧血沒那麼嚴重 然後再加上我在那個底下 我不是說iHeart上面 會有那個評論嗎 有些人就說我們吃了 他就說 哇真的有改善什麼 辣黃改善什麼修復繩什麼這些 我會看到 哇好心動 好吧 那就試試看吧 就算真的沒有效果 它跟軟糖一樣好吃 那就買吧 只是我現在吃到現在 還沒有像膠原蛋白那個 有一些什麼指甲改善的那種 那麼顯著的效果 可是它就是吃一個 會安定的那種感覺 下一個呢 這個是我完全還沒有用過的 但是也希望不要用到 因為它就是一個 如果你有感冒前找 你吃了的話呢 它會舒緩減緩很多 那我之前看到這種東西 我是會沒什麼感覺啦 但是好像那一陣子就是 疫情超級嚴重的時候 我只要有一點點覺得 欸喉嚨怪怪的 或者是頭有點暈暈的 我就會喝那個維他命C發泡定 然後我喝了之後呢 真的之後就沒有像那樣子的感冒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 哇補充這個好像真的是在前兆 如果你有喝的話真的有差 然後我自己就看到了黑街古墓的這個 它就說它也是可以舒緩 如果你一有感冒前兆的話 你可以舒緩那個狀況 然後之後就比較不會有 太嚴重的感冒現象 然後就是對於像呼吸道 打噴嚏鼻塞 或者是頭痛 輕微的喉嚨痛的話 也都可以吃它 然後在網站上面還標榜說 味道很好 就是你放在口中之後 也不用加水 或是融魚水 它就可以直接吃 然後味道很好 也是蠻特別的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用懂 可是它在iHerb上面的評論 兩萬兩千多則 很多都是好評 它叫做 礦物質淨味棒 它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它就是說 它自己是一個水晶止漢劑 然後我那時候會看到想買的原因就是 第一它超便宜 它只要257 然後第二的話 就是很多人說它很會流汗 然後甚至什麼兒子有糊臭買給它 糊臭就沒了 我就說 蛤? 這個東西會不會太強?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聽過任何東西可以沒有糊臭 就除非可能你去摘掉汗線或幹嘛的 雖然我不是很會流汗 也雖然我沒有糊臭 但是因為這東西我真的太好奇 我就買 這幾天用我就覺得用不懂 因為它就是一個像水晶你知道嗎 然後你直接在身體上面嚕 感覺會起火 然後摩擦力就是超多超痛 後來我再回去看那個評論 是要這個東西或是你自己的身體 是有一點點半乾半濕的狀態 你去嚕它 我想哇原來是這樣子 我就是稍微有點沾濕 然後去嚕的時候 還是會不知道自己在嚕什麼 可是 印象有味道嗎? 不知道 因為本來就沒有味道 這東西就是一個我出於好奇然後想買的 那現在用下來的話就是還沒有到用的很懂它 可是它誇張到 iHeart上面直接賣完缺乎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是有一些就是糊臭狀況 或者是身旁有人有糊臭狀況 或是你真的超爆會流汗的話 可以買來試試看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所以你用了它之後 如果你要用香水 也不會跟你自己本來想要有的香味打架 下一個商品呢 我想說買來試試看 沒有用過 是這個牙線 然後它在口腔護理裡面的那個排行榜是第二名 然後它的評論有7000多則的好評 我想說好那要來試試看 而且因為我真的也沒有在 像寶牙曲神師這樣子的地方 看到有茶樹油的牙線 所以我就買來用了之後呢 我覺得它用起來也是好用的 可是茶樹油你單在就是用那一條牙線的時候 你在使用你不太會感受到太多的味道 你要這樣子一捲 所以它裡面這一捲 掙脫 你才聞到喔有茶樹油的味道 那用起來的話是不錯 然後價格的話也算是合理 但是我沒有覺得非買不可的程度 除非就是你的綿韻 可能就是差那幾十塊 你就可以加減買一下 就是讓那個綿韻門檻打到 再來呢 這個是Nubian Heritage的非洲黑皂 我那時候看到非洲黑皂就是 想說這什麼是太特別了 而且呢我跟大家講它一個響亮的排行 就是它在洗戶用品是第一名 沐浴露跟沐浴用品也是第一名 是不是聽起來就會覺得 哇這到底什麼東西 什麼來頭想說買買看 在iHerb上面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過去可能平常在台灣路上不會看到的牌子 然後它突然是第一名第二名 就想說什麼 好想試試看 因為這個心態我就買了它 然後滑到底下就是評論也非常的好 就說它洗起來真的很舒服 然後它的皮膚是比較敏感 它用它也覺得很舒緩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小小的顆粒 可是它的顆粒是海鹽跟合合巴的微粒 所以就是也是天然的顆粒 會是那種很舒服很舒服的去角質 然後我真正洗了之後 我發現你完全不會感受到那個顆粒感 真的一點顆粒感都沒有 可是你洗起來你會覺得皮膚是滑嫩的 那回到味道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蠻特別的 就是我第一次開箱它 我覺得這味道我一定不會喜歡 因為它有一點點甜味 我真的洗在身上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點點還是有點甜味 有點像香草的味道 但是真的洗完之後 像我現在完全身上沒有甜味了 它一開始跟中間會有那個味道就是乳木果油的那個味道 可是真的洗完之後我覺得皮膚是保濕的 因為有那個乳木果油的關係 然後它的味道我覺得不太挑個性也不太挑性別 就是任何人我覺得用到這個味道應該都會蠻能接受的 就很適合放在家裡面 就是如果是共用浴室的話 就是放在那邊然後大家用應該都會蠻喜歡它的 然後回到這個品牌的話 因為我之前完全不知道這個品牌 那我覺得好處就是你滑到底下 你可以看一些品牌的簡介 它就是比較講求公平貿易 所以一開始到現在他們都是公平貿易的去做這些商品 下一個呢是肥皂 這個是South of France 南法的肥皂 那南法其實在Momo上面也買的到 只不過在iHerb上面是買 好像是買162塊吧 然後Momo的話是200多塊 所以在iHerb上面買的話算很多 那如果你是有洗肥皂的話 我覺得這個的肥皂真的是不錯 因為它的容量超大 然後只要162塊 你看它超大它可以蓋住我整個眼睛 然後我之前沒有用過它的肥皂 可是我有買過它的洗手液 那它的洗手液的話大家用起來的感覺 就是像如果我朋友來家裡洗的話 就說欸你這個味道好香喔 然後它的泡沫很細然後也很好起泡 只不過我覺得我第一次買的那個味道 味道有點太香了 就是太花香 那我這次買呢我是買綠茶的味道 它的味道就真的是很清香 然後有一點點綠茶的味道 可是花香還是先走在前面 很常在用肥皂的時候就是 剛洗的時候是有味道 但是你真的洗出來之後 你的身上完全沒有任何的香味 但是我還是會希望有一點點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買藍髮就還蠻剛好 因為它本來就是香氣走的比較蓬勃的路線 只不過因為這個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我就是可能最近用了之後 好用再把心得補充在字幕底下或資訊欄 這環節來分享吃 首先分享的第一個呢是大到不行的 蒜海鹽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大欸 雖然它旁邊會標榜說 它大概是幾毫升或是幾盎司 可是我就是不太看 或是沒有這些數字觀念 所以我原本想說買的時候應該是 像小模仿那樣就是矮矮的 一看到它哇超大 像那種牛排管 會有那種很下趴的那種研磨器 在那邊磨它的海鹽跟它的黑胡椒 那這一個呢我一開始想買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想說如果醃肉的時候用這個就很方便 因為它裡面是有海鹽然後有蒜 它還有洋蔥 然後它還有那個巴西梨 所以我本來想說哇在醃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一罐就可以搞定 但是後來沒想到不對 它裡面還需要一個黑胡椒 所以我黑胡椒還是需要加入的 可是我聞到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超適合加在像是那個蔬菜濃湯 或是番茄湯裡面或是洋蔥湯 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很好聞 你烤那種馬鈴薯 然後加一點起司 然後再灑它 你的味道會非常有層次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有在吃一些比較西洋的食物 或者是你有自己在下廚的話 我覺得這罐真的還不錯 而且它很划算 它這罐200出頭很便宜 下一個東西呢是我還沒有吃過 我才剛收到 所以沒有辦法分享心得 但是它頭銜超強 醬料滷汁排名第一名 即時餐這個排行第一名 咖哩醬第一名 印度餐第一名 食品百貨類第七名 它就是這個奶油咖哩雞肉醬 我不知道我覺得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全聯要買到的可能是泰式的 然後可能是日式的就是很好買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買印度類型的話 我覺得沒有這麼好買 就是不是說你隨便去一個超市或全聯可以買到的 我上一次買到的印度咖哩醬是在微風超市 然後那一罐好像要400多塊吧 但是這一個呢它只要96了 真的超級便宜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 而且因為它的評論都是好評 現在累積到現在是有9600則評論了 但是沒有辦法分享給大家 如果我煮完之後再分享一些食用的心得 下一個呢是花生巧克力蝴蝶脆餅 因為我自己借奶之後 其實你只要去超市 看任何的零食 就如果有標榜是甜的巧克力的 你翻到後面 我覺得大概有8成5以上 都是有含奶的 那那個奶其實奶含量也沒有到太多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敏感 或是像我之前那樣 有一陣子是真的是要完全戒斷 你才可以再漸漸的回復 就會讓你的身體熟悉 你真的就是一點都不要碰 那因為這樣子的飲食 其實在台灣是非常難找到的 所以我在iHerb上面挑零食或是挑食品的時候 發現它可以勾選無奶 換天洗地超開心 這個呢它在零食的排行 其實沒有很前面 是322 但是因為我一勾選無奶 就出現它 我想說好過來試試看 其實借奶的飲食已經夠難了 就根本不用講說你是無膚質飲食 這個呢它也是無膚質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奶 沒有用到玉米 然後也沒有用到膚質類 就是賣類的產品 可是還是很香欸 哇! 很好吃欸 它不甜 但是它的海鹽味比較重 因為它的蝴蝶脆餅上面是有海鹽的 然後巧克力味是比較黑巧克力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花生味沒有很濃 它裡面的餡料 是長成這樣 我覺得它是吃起來完全沒有過多的油脂 然後也沒有太負擔的零食 就是你可以一直吃的那種 但它價格比較貴一點點 這一包沒有到很多 大概像這樣子 它有243 本集的最後一樣商品呢 普到爆 但是對我來講很難找到 就是巧克力餅乾 這種巧克力餅乾 你平常買它的牛奶一定就是加越多越好 而且它還會標榜說牛奶超多 超純香超濃厚 我就是不能吃 這個呢它就是也是無奶的巧克力餅乾 而且它也是無膚質的 然後也沒有堅果 這個真的超難 如果你是那種過敏員很多的人 你真的可以在iHerb上面買零食 因為很快樂 這一個巧克力餅乾呢 目前是銷售一空的 然後它606則的評論 給出了4顆型 然後它還有蠻多味道 就是有這樣子的巧克力片的 然後也有雙巧克力的 還有香草蜂蜜口味 哇它也是很香 就是一個普通的巧克力餅乾 但是如果你在借奶你就知道這有多不容易 你真的是超級過敏 你吃到這個會超開心 大家真的少了那個奶味 可是因為它的巧克力蠻蠻香的 真普遍的餅乾 其實吃起來的感覺沒用到太大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的飲食控管很嚴格的話 這可以買 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突然覺得我的眼下好像亮了一些些 也是因為我剛剛用這個JCAS的遮瑕膏 這個其實是我第一次買iHerb的戰利品買到的 也是湯很推薦的遮瑕膏 我覺得對我來講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的色號對我來講真的太白了 因為我剛剛就又再用了一次 我就覺得還是太白很不適合我 但是呢以遮瑕膏來講它真的很好用 它這麼大一條它只要200多塊 然後它的那個膏體啊非常的豪延展 而且很保濕遮蓋力超級好 如果你只用輕點一點點 然後你就用遮瑕刷刷開 你就會發現哇怎麼可以刷成那麼大片 它的這個遮瑕膏它用量真的極省 而且它很保濕 就是如果我已經眼下稍微用粉類定妝 但我會覺得好像又有點脫妝 然後又要再加強我的黑眼圈或是雷垢的遮瑕 我用它它完全不會塌粉 然後它的這個刷頭 是那個很大的那種海綿頭 如果你瑕疵沒有到很多的話 用這個你就輕點一點點 你的皮膚就會看起來真的很無瑕 我覺得對我來講可惜 就是色號的那個選擇不夠豐富 因為在iHerb上面現在的話是Soft Tan 然後我買的這個顏色是卡士達 我一般想說卡士達很適合我 但是沒想到應該還要再比我更白的人 才適合用卡士達這個色號 那如果你再比我膚色更深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買Soft Tan 好那麼以上就是我這次在iHerb上面的戰利品開箱 那其實我買iHerb的次數 因為今天這個是第二次 所以我很好奇有沒有什麼資深的iHerb購買者 可以再跟我推薦一些iHerb上面必買的東西 那如果你對iHerb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網站上面逛逛 因為它真的是無奇補有 然後很多可能平常在台灣 會很少接觸到的品牌 你也可以在上面就是開眼界 再加上因為它的免運門檻很低 然後集中到台灣的時間也蠻快 就是我都蠻快就會收到 大概三四天五天以內就會收到iHerb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喜歡逛逛的話 也可以去iHerb的網站上面瀏覽看看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像古裝具的現場 它每一環每一環 長得都非常像 然後它顏色很舒服 它蠻好吃的這邊 無違和感 然後看瞬間這樣